青春舞曲好不好 我今天都唱明歌 太阳下去明早已就爬上来 花儿写了明年还是一样离开 美丽小鸟飞去乌云中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的那呀哟 别的那呀哟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们唱第二首歌曲 中国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清唱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藏房 都要回头流年的藏望 她那粉红的小年 好像红太阳 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跑去掉财产 跟她去牧羊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年 和那美丽经典的衣装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她在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霸在我身上 其实有一个人跟我讲 大师来的 他说 很多人不会呼吸 连正常的呼吸都错了 所以如果你不会正常的呼吸 表面上没有事情 但是实际上你会影响你的寿命 就是本来你的呼吸是很正常的 本来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的呼吸都是很自如 很正常 但是因着一些原因 身体健康 工作压力 各方面 你变成你的呼吸 其实是不规律 也影响你的睡眠 所以你平时要回去 回想到当年年轻的时候 要呼吸 常常的呼吸 我个人叫大家一样 不是叫 我情绪压力大的时候 我就做这个 身呼浅吸 浅吸 就是吸一点点 吸口 然后呼出来 就鼻子呼出来 用口吸口 口呼出来也可以 就是吸口 但是常呼出来 深呼浅吸 记住啊 不可以做到你的头缺氧 那个是你太过 太过用力了 刚才叫大家 深呼浅吸 他们说在关病期间 如果你 用呼吸来治疗 你的 肺病 就是肺不舒服 咳嗽 用呼吸 可以解决你的后遗症 我相信 唱歌让你的身体的容貌 也比较健康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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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